美国班销宝公益基金会日前在洛杉矶正式成立 并且举办了盛大的街牌典礼 新闻发布会当天有众多的政商界精英及媒体到场出席 美国班销宝公益基金会由美国班销宝公司联合各级代理商共同发起 是经过加州政府注册的一家非营利组织 基金会立足于北美 面向全球 希望在班销宝项目逐渐壮大的路上不忘初心 回归社会 救助弱势群体 这其中包括妇女权益 孤儿院 老人院 癌症中心等等 基金会接派典礼的活动现场来自政界 商界以及演艺界的精英到场出席共享盛据 这个基金会它主要是我们会定期定时的会举办一些活动 假如像一些募捐啊 或者爱心演出 或者是那种议诊 那我们会用我们的爱心 用我们的行动呢 回馈社会 因为这是我们成立基金会的初衷 跟辉亚 还有跟里安娜 我们一起的 就是一起发起 创办了这个就是这个班销宝 这个美国的公益基金会 希望就借着这个公益基金会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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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更多的爱心 奉献社会 然后也带来美丽 让每个人都能够美丽 然后美丽了以后又能够做更多的上市 美国班销宝的公司会根据每个季度的产品销售额 按照一定比例捐给基金会 班销宝的产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力呢 据了解 产品是由广州班销宝医药生物科技公司负责生产 堪称药状的国民品牌 产品的魅力在于仅仅有四款产品就能够解决皮肤的众多问题 班销宝产品经过美国FDA检测 无激素 零千拱 零化学残留 美白驱斑霜是重磅的推荐产品 采用粒子渗入技术科学驱斑 作为这次公益基金会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 韩美明星整形中心也欢迎有益者拨打中线的热线 了解产品的相亲 周天频道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